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大佛普拉斯 The Great Buddha Plus 大佛普拉斯算是今年台灣指標性的一部電影 是今年台北電影節的開幕片 也是百萬首獎的得主 更入圍了今年金馬獎 包含最佳劇情片的十項入圍 由黃信堯導演 主演的是陳竹生和莊逸貞 我們在看完一部電影之後 通常會想要獲得 一段真理或者是一股真情 比較少人會想要獲得真相 大佛普拉斯在真情和真理都有 不過看完之後你可以獲得最多的 還是關於這個世界的真相 他沒有要宣揚什麼人性的偉大價值 劇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是真真實實的小人物 他也不是一部苦中作樂的自我安慰 而是用很幽默的方式 講出一段讓人很有感觸的故事 這個故事有兩個主角 一個是撿破爛的土塞 另外一個是在大夜班當警衛的菜脯 兩個人都是台灣社會典型的底層人士 但你不要以為這就跟你沒有關係 他們雖然生活得很貧困 但生活在這個寶島上 到海什麼都不缺 買不起宵夜可以去撿超商的報廢品 沒有老婆有左手跟右手 沒有賓士車有沒有牌照的摩托車 其實聽起來跟你我都差不多 沒有辦法過有錢人的生活 但是他們可以透著偷窺有錢人的生活 去過於過癮 電影的一開始就有導演的旁白在旁邊解說 這個故事的情境、角色 還有當中的暗喻 例如這部片黑白和彩色的部分是怎麼分界的 所以這部電影其實不會很難懂 一開始還蠻好進入 而且會一直讓你苦笑著 看著有錢人和沒有錢的人的生活做對比 但前半段還是稍嫌沉悶了一些 主要是沒有什麼戲劇情節在發生 我們也還沒有拼湊出來一個明確的故事 等到中後段的事件開始有了張力 整個故事也開始緊湊了起來 帶利人幾段精彩的對手戲也都在這裡出現 開始有了一個明確的故事 並且這個結尾又收得相當的漂亮 留下了蠻多的想像空間 把整部電影的格局在最後拉了起來 聽你的風格算是輕鬆的黑色喜劇 但這個故事中描寫社會的力量 絕對不只是那麼簡單 看完之後是會讓人讚嘆 並且在我們心裡會有一陣陣的迴響 這部電影在結束之後還有一小段的片段 像我就差一點沒有看到 導演的節奏掌控是讓我比較挑剔的部分 像是描述有錢人在澡堂玩樂的那場戲 我覺得節奏有點脫掉的那場戲應該要有的力量 像圖威的笑哏則處理的蠻適當的 而那個大佛在高速公路上面的畫面是會讓人蠻有影響 演員的部分兩個主演都不錯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戴藝人的表演 比較有張力有戲劇性又不誇張 我覺得很好看很成熟 如果他今年拿到金馬獎的男配角獎 我是一點都不會意外的 尤其是他跟尤安順的一段對峙 還有跟主角蔡柏的一段戲 當中陳文的表現真的是把這個角色表現得非常的出色 還有一場戲要提一下就是林美秀跟陳以文 為了佛像兩個人在來我往的那一段戲 很成功的達到導演想要的笑哏惡搞的趣味 片名叫大佛普拉斯 沒有看過預告的人可能會覺得 這是一部跟宗教信仰有關係的電影 電影裡面其實也不少關於這方面的內容 只是都不是太正面的 而且看來看去就會覺得 這裡好像是一個宗教還算發達的地方 但實際上信教的人多 有信仰的人並不多 畢竟不管是有錢的人還是沒有錢的人 都只想要好好的捧著手上的飯碗 其實就已經很辛苦了 而更高的信仰 我想應該是沒有什麼人有興趣的 而無奈的人生背後只有更多的無奈 大佛普拉斯我覺得是一部還不錯的電影 尤其是國片就更難得了 更何況他真的是在講我們生活的這個地方的故事 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看這部電影 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想要告訴我的話 別忘了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裡是羅密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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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